透過學校幫助我們在很多民族性的社團 例如台灣社 台灣社 對 就是台灣社民族性的社團 還有其他學術性的社團 像商業 文學 還有電腦科技等等的 那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些關於社交的活動 在這裡 在學校裡面 我們通常會有很多的舞會 還有一些文化之夜 美食節 還有一些銀杏的活動 你可以藉由這些活動去認識非常多的國際學生 聽說的 在台灣你可能聽到哈韓哈日 但是在這邊你可以跟韓國人 日本人做真正的好朋友 那當然在這邊呢 你可以透過不同的社交圈 來為未來的職業做發展 那當然這些都是 我們來到夏威夷 一個特殊的目的 誰要給我們這些目的 就是要讓我們成長 那我真的非常高興可以來到夏威夷 所以我鼓勵你們呢 可以來到比我好阿姨 將成為你一個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經驗